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张旗腾 机车停在骑楼对许多民众来说一定不陌生 而陶宏市在升格前 因为公告骑楼属于道路设施不得任意停车 因此经常发生民众停车被检举的情况 对此陶宇市交通局透过开放骑楼停车 要提升交通环境 平时走在骑楼上 您有看过机车停在骑楼的景象吗 像这样的情形对许多民众来说一定不陌生 而陶宇市政府交通局为了整治机车停车问题 因此透过指定相关规定 并开放骑楼停车 借此要完善交通环境 陶宇市政府为了有效管理骑楼的停车 自即日起开放骑楼可以停放一列的机车 而且停放之后必须还要留空1.3公尺以上的行人空间 骑楼停放机车的话必须垂直于道路 而且要紧靠着骑楼的外源 为了避免在大众运输场站 包含桃园、内立、中立、浦星 还有阳梅车站 以及机场捷运、长庚医院站附近的骑楼 被大的通勤组所占用 所以这些大众运输场站周边300公尺 原则上还是禁止停车的 桃园市在升格前 因为公告骑楼属于道路设施 不得任意停车 因此经常发生有民众停车被检举的情形 对此交通局考量到民众需求 且六都的停车状况良好 因此决定开放骑楼停车 而民众也直呼很方便 开放就是至少方便多 不会说停车位一格难求 还要去挪人家的车子 就不用一直绕在那边找 应该要开放越多越好 当然因为那么多人要停车 我觉得只要不要挡到路人正常的行走的话 基本上是个相当变明的措施 对骑车的人来讲 对用路人来讲都是双赢的局面 当然是希望如果 因为有车位当然是比较好停 目前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虽然开放骑楼供民众停车 但机车停放骑楼 仍需保持1.3公尺以上的行人空间 并垂直于道路以一列为限 禁止多排停车 另外火车站以及多个人 潮众多的区域周边300公尺范围内 也是禁止停车 要请民众多加留意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桃园市根据教育部108学年度统计 目前新著名学生就读 国中及国小的人数为19217人 排名全国第二 对此桃园市政府透过设置 北区新著名学习中心 借此串联新著名学习据点 打造新著名友善城市 热闹且充满异国特色的舞蹈表演 不仅让台下观众看得惊呼连连 同时也为桃园市北区新著名学习中心 正式启用拉开序幕 桃园市政府透过在幸福国中 设置学习据点 借此要全力栽培新著名学童的发展 幸福国中成立北区新著名学习中心 那我们桃园的新著名人口有六万三千人 那其中新二代就读国中国小将近两万人 那可以讲比例非常高 那我们在北区的幸福国中 以及南区的中征国小 分别成立这个南北区的新著名学习中心 我们希望能够把新著名的文化 那么能够在桃园扎根 那同时也要帮助新二代跟新著名家庭 能够了解台湾认识台湾 做一种双向学习的工作 桃园市根据教育部108选年度统计 目前新著名学生就读国中及国小的人数 固约一万九千两百一十七人 排名全国第二 对此桃园市幸福国中 透过规划多元课程 并且跟中征国小合作 期望要提升新著名二代的竞争力 因为我们幸福国中 地理位置很适中 临近又有大学高中 那我们龟山区里面 我们临近的像明传大学 荣华科大 北科复工 寿山高中等等 他们都有很棒的 新著名相关的课程 真人课程 那我想我们北区新著名学习中心 第二个目的就是 希望结合这些力量 初步会先规划跟我们中征国小 也就是我们桃园市新著名学习中心 一起来做合作 那我们希望我们提供这些课程 比较偏向于 也配合现在108课纲 我们强调素养导向 所谓的素养导向就是孩子 解决问题 然后实作 还有创课等等这一些 这是我们未来规划的方向 桃园市政府投过在桃园北京 区设置新著名学习中心 不仅要结合邻近的明川大学 荣华科大 北科复工 寿山高中等学校 同时也将跟中征国小合作 期望要藉由串联新著名学习据点 借此打造新著名友善城市 记者文中军台报道 位在大园区的滨海自行车道 因为长年的海风侵蚀 导致一旁的车道护栏及连接桥梁 出现严重嗅蚀的情况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在跟市议员徐奇万 有五合共同讨论后 不仅修复两座连接自行车道的桥梁 同时也将约两公里长的自行车道护栏修复完成 需要让滨海自行车道成为桃园旅游的新亮点 位在大园区普星桥到新街西桥的滨海自行车道 因为长年的海风侵蚀 导致一旁的车道护栏及连接桥梁 出现严重嗅蚀的情形 而桃园市政府环保局为了改善嗅蚀问题 也特别进行嗅蚀工程 并在近期施工完成 在两位议员 在地的西齐万议员跟游乌河议员的指导下 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嗅蚀的非常严重 嗅蚀严重以后 一开始海管处就先做两座的钢桥 就以为说这个经费 结果一想到这个嗅蚀都非常严重 后来我们除了1500万的钢桥之外 我们也特别跟争取了其他的经费 将近1000万来做这个嗅蚀的一个 既有从蒲心桥到新阶溪桥 这个嗅蚀的改善工作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在跟市议员许齐万 市议员游乌河共同讨论之下 总共赤字约2000多万的经费 不仅修复两座连接自行车道的桥梁 同时也将约两公里长的自行车道护栏修复完成 期望要提供民众更好的休息空间 那这个长度这样完工也差不多将近两公里的长度 那这里面我们第一个还是一个仿天然木的那种方式 然后用塑钢的还有水混泥土的 因为这个海风的缘分特别大 不适合做用不锈钢 一下子就会锈死掉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更希望说能够把这里面改善 因为这个自然景观非常好 至于后面的标线的部分 我们希望开始来做明年度议算来投入这个改善 那这个改善就是让它更清楚清晰 那个导引的更让我们行人更友善行人 目前大园区浦兴桥到新街西桥的滨海自行车道修复工程 在历时多年的整治 不仅周遭环境变美 同时也更安全 而陶渊市政府环保局未来也将重新划设地上标线 期望要让滨海自行车道成为桃园旅游的新亮点 记者文字军团报道 如族区南坎国小为了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特别将创课教育落实在校本课程 并且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设计课程 同时也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接受度 以调整授课教材 希望让每位学生都能享受创课课程的乐趣 小学生认真且专注地针对图像设计进行讨论 并在指导老师的协助之下 利用雷射雕刻完成作品 陆珠区南坎国小为了增进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特别将创课教育落实在校本课程 希望要提升学生的发展 那其实我们都讲说现在的108新课纲 其他强调的就是素养岛上的小学 其他的目的是希望培养孩子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怎么去培养 其实在学校的课程里面 的确都会比较困扰 那南坎国小这边 我们就是以校本课程 所谓的创课教育 来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这个三到六年级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课程里面 我们安排了学生动手操作的木工 金工甚至有城市设计 然后让他们透过这方面的训练 培养孩子把资讯能力 放入自己的动手操作的木工里面 南坎国小将创课教育落实在校本课程 约有四年的时间 不过先前在教学上也遇到许多困难 因为创课课程对部分学生来说 学习难度较高 因此也造成学生的不适应 对此校方也不断调整 期望要让校内的每位学生都能快乐学习 从一开始的确是非常的艰辛困难 那的确也遇到了很多学生可能在适应上 他没办法那么容易的在这个课程里面 享受到课程我们给予的这个舒服 和享受知识的内容的这个丰富性 那所以在每一周我们所有的创课老师 都会进行模课的训练 针对课程一直在做改变进修 把它调整得更好 那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有 比较符合现在每一个大部分的学生 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课程内容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会持续不断的改进 希望让课程更可以让所有的每一个孩子 都非常的享受非常的珍惜 目前南坎国小除了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 来设计课程 并且也会依照学生在课堂上的接受度 来调整授课教材 另外校方也将学习力较高的学生 组成校队 期望要将创课教育的精神 融入在学生的生活当中 记者王中勋谈报道 光明国小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并且提升运动能力 特别引进了电子化体制能系统 并将运动结合科技 希望借此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 小学生摒弃凝神的注视者前方 随后便用尽全力向前一跳 而小学生所跳的距离 马上就显示在一旁的电子荧幕上 令他看得又紧又喜 而这些充满科技感 且精准的测量装置 也让测试过的学生直呼很好玩 我觉得这三个设计很好玩 就是可以训练体能 训练体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壮 这样让我体力有变得比较好 很棒 非常好玩 他可以训练我的体能 从原本可能扬握起座只有私下 他现在可以进化到二十几下 非常可以训练好我的体能 光明国小为了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并且提升学生的运动能力 因此特别引进电子化体制能系统 并透过将运动结合科技 不仅让学生以正确的知识运动 同时还能藉由精准测量 来提升学生的身体健康 立定跳远我们利用红外线感应的技术 小朋友只要一跳出去 我们马上侦测到他的成绩 另外在仰卧起座 我们用了红外线还有感应的一个技术 所以他在一分钟里面 他只要做到标准动作 他有完全的躺下就可以做有效的技术 另外我们的跳绳在手板上有转动的感应器 感应器他跳动的次数 可以马上显示到大萤幕上面 所以这些都让小朋友可以亲自体验 电子化还有科技的便利性 光明国小透过引进跳绳 立定跳远 仰卧起座等电子化体制能系统 不仅成功让学生对运动产生兴趣 同时也激发学生的运动潜能 对此校方也希望要透过各种科技补助 藉此矫正学生的运动知识 记者王中军台报道 对于有关现在目前沸沸扬扬 在讨论莱猪的问题 我们这次桃园市已经订定了 这个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 每株每牛的部分 我们现在是不得检出任何的乙心受体素 来保障我们桃园市所有的市民的健康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桃园越来越好